社会小青年最喜欢的一句话,近来源于1800年前的刘备。 三国时期涌现出众多的枭雄人物,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乱世中混沫如鱼的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两位可谓是各大影视作品,中的常客这两位分别是刘备和曹操。 他们在三国时期拥有各自的地盘是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那,那么今天我们便看看发生在两位身上的故事曹操大家对他的形象一直都是狡诈无比,总是就是反面人物,在三国演义当中未能够衬托出主角,刘备的能力作者可是不少将曹操给大黑特黑一番,那么在历史当中从曹操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其实曹操能够将北方统一这就说明曹操,还是拥有点手段的说空话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时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的疑心是非常重的记得在三国当中有这样的情节。 曹操内躲避军队的追杀便躲藏在吕博舍家中,当时这一家人准备杀猪宰两款带槽,曹操可是曹操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于是便认为这一家准备谋害自己,于是便想着先下手为强结果,将吕博舍一家上下全部都给杀掉。 再后来曹操发现杀错人之后虽然非常的愧疚,但是丝毫的不后悔曹操却说,您教我赴天下人,修教天下人赴我。 至于这句话是否是曹操说的,可是这句话也成为曹操最好的备注三国时期的刘备虽然组上十分的辉煌,可是到他这里已经非常的衰败只能在街上卖。 曹操可是在乱世当中,刘备便拥有翻身的资本,于是便自己慢慢的带起一支队伍来对于刘备我们也是非常的熟悉的,毕竟对方留下不少的明言警句。 其中有一句话,可谓是流传先年成为社会小青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那儿接下来,我们便去看看,到底是哪一句刘备在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自己的地盘,只能够依附于其他势力这就使得他的生活是非常不稳定的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便需要开始逃跑。 当然作为一方势力的老大,刘备是非常会笼络人心的。